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直说吧 其实 今日我本不该来 但是 之前曾与你有几面之缘 也曾助你离开过冷宫 我想 我是该来的 冷宫 是你给我开的门 是北王殿下 让我在暗中相互与你 只是我身份不高 只能帮你如此了 多谢娘娘的相救之 公主这是折煞我了 我也是终人之士 娘娘今日来找我 所为何事 想必公主这几日 不曾与北王殿下相见吧 北王殿下 今日公务繁忙 北王殿下 是公务繁忙 但 其实有苦难言 娘娘何出此言 北王千里迢迢求来手术 一 是为了解公主之困 二 是为了向韩王表明 求许公主的决心 三 是为了这天下和平 公主可知 我自然都知道 北王此次付出良多 日后 我定会相互与他 不够 不够 你应该离开他才是 我知道这话 是我僭越了 望公主恕罪 娘娘这么说 定有缘有 还请明示 北王两次去往东渝 皆是九死一生 究竟是谁在背后绸缪 想必公主心中了然 此次和亲一事 虽然丞相一派遭受重创 但朝中势力 已然暗流涌动 丞相野心招招 就怎会轻易罢手 只怕丞相会回忆重创 倒是陛下与北王 又如何应对呢 那娘娘的意思是 朝中势力 现已分割待进 陛下与丞相一派 不相上下 此时边陲要领 成为关键力量 而这其中 镇南王最为关键 镇南王 洛伊郡主的哥哥 正是 陛下有求于镇南王 而镇南王提出的条件为 要让洛伊郡主 嫁与北王殿下 东瑜的截杀任务已然失败 叛徒竟然是苏聂 你可知 她现在在哪儿啊 灵溪不知 自苏聂接到任务后 她就离开冯月阁了 你的任务本就是监视苏聂 现在却说 不知道她在哪儿 是属下疏忽了 属下想着苏聂没有解药 不久后她就会毒发身亡 所以我就没有继续跟下去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灵溪里面 洪萝导 每次要 dig 阿杰 苏念下落不明 我很是担心 线下前去寻找 即日就会 勿念 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羡慕我什么呀 我都要被人抢婚了 如果有一个如此真心待我 不顾一切为我之人 我死也无憾了 娘娘言重了 此事 若北王殿下不答应 后果会如何 此事无解 陛下无法收回权力 自然国座动摇 北王殿下 怕也要背负愧疚一生了 zej 阿杰 谁 X 你这话的意思 难道是不希望我来吗 阿玥 阿玥 你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来了 是有什么难办的事吗 难办的事吗 倒也没有 但是近几日啊 西市的营收相当不错 我也在细细盘算 之后得规划 这些事情比较繁琐 所以就耽误了一些时间 真没有 真没有啊 为何这样问 那我们的婚约 陛下下印送回洞宇了吗 日期定在什么时候 阿玥这是 着急与我成婚啊 你提醒得对 我是该去测一测了 才不是 好 不是 那你近几日 可有什么有趣的事啊 没有什么有趣的事 前些日子就去了趟西市 星亿走了 说是去找宿念了 别担心 我这就派人去找他 在暗中相互与他 定保他无恙 阿玥可是还有什么 忧心之事吗 没有 我的事已经聊完了 来说说你吧 近些日子 可发生了什么事 近几日都这些朝堂之事 怕说了你也觉得烦闷 我想听听 那阿玥想听何事啊 我一定 知无不尽 让我想想 听说 镇南王很厉害 那他是不是 对当下朝局很重要 镇南王在里 对南拥兵多年 其手下的部将 都是父辈式培养起来的 在多年来 驻守边疆的时间里 遇到外敌来犯 或是寻衅滋事 从未失守 确实是众边疆将领 中的佼佼者 也是我们与丞相 一派抗衡的强硬势力 那镇南王现在 正在哪一派 还我有觉得 那若镇南王的亲妹妹 洛伊郡主 嫁与陛下这派 难题 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阿玥 是有谁跟你说什么了吗 时宇 你若是遇到了任何为难之事 我希望我可以与你共同分担 你要是实在不想告诉我 我相信你定有你的苦衷 我只是希望 你不要被任何人 和任何事所束缚 包括我 你可以永远选择你的选择 我会支持你 理解你的 好 好 公主啊 天凉了 您早点歇息 不行吧 秦秦 許久都沒有看到圓月了 還有幾日就是十五了 到時候我們就能看到圓月了 公主 我先去鋪床 我 月亮上有殷晴圓圈 若我們最終不能圓滿相伴 那我只希望 你能平安 來 王妃最近 可有見過什麼人 王妃最近一直都在府裡 只是前日去了趟西市 可有何不妥 那日王妃在西市 遇見了陳美仁的馬車 並且在馬車內攀談了許久 陳蘇蘇 幾日未見 石泉光子的畫作 石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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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又在案了 是石泉公子過千了 公主可是有心事 可以和我說說 說不定我能幫忙解決一二呢 确实有一件事情 想请教请教你 请说 我有一位好友 他与新月之人已有了婚约 但是他的新月之人 因为家族的发展 不能与他成婚 我的这位好友 虽有万般不舍 但是他也不希望 自己的新月之人左右为难 要怎么做 才能让他的新月之人死心 放心地离开他 你 这位好友 嗯 争结若在婚约 那不如以毒攻毒 可在地良缘 先抬一步成婚 断了他的念头就好 这样一来 他也不会为你而纠结 哦 对 是 不会再为你的好友而纠结了 在地良缘 可是这事要快才行 最好就是这两日 要怎么做 这两日 这么着急吗 嗯 要在这几日找到合适之人 那恐怕要昭告全城 由你自己来甄选才行 昭告全城 那不可能吧 就这么办 既然婚约没有下旨 那我也不是北王妃 我要昭告全城 让全城逝灵的男子 都来我这里相看 本公主要公开昭叙 公主啊 你是不是在为明日昭叙的事情而犹豫啊 嗯 公主你平日里 一副看得看一切的样子 其实心里 根本放不下北王殿下嘛 在公主心里 根本就不是真心想昭叙的 对吧 我想不想的 还重要吗 我若不做出点动静 让别人知道 我跟他再无可弄 恐怕事与会更加被为难 公主 我明白您的心意 可若是明日 真的有盘胜处 那咱们怎么收成啊 就不能真找个驸马回来吧 除了他 没有人能够做得了这个驸马 王爷 北王来了 时宇你来得正好 我这儿正有一盘残棋 不知道该如何破局呢 恐怕今日 不能与表兄下棋了 好 看来时宇今日 是有话要说 我是前来说明 我与洛依之事 你与洛依 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若是洛依能够嫁给你 那我就放心了 我与洛依 一直都是表兄妹之情 以前是 以后也是 所以表兄可以不用费尽心思 将此事传于公主耳中 你今天来 就是为了说出这番话吗 我虽不能娶洛依 但若是我能让表兄留任上京城 不知能否取得表兄的支持呢 你能办成此事 我定当全力促成 我定当全力促成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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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好消息 王爷 好消息 王爷 叙叙 你看本王这下盘 怎么了 王爷 真是坚如磐石啊 坚如磐石 坚如磐石 慌慌张张的 何事啊 那冬鱼公主府上放出消息 公开昭叙了 昭叙 昭叙 昭谁啊 昭叙叙 昭叙 不是 王爷 不知为何 那冬鱼公主突然宣称 不做北王妃了 公开昭叙呢 好多青年才俊都去了 昭叙 那这冬鱼公主是想通了呀 昭叙 周青年才俊 那他这不是暗示本王的吗 是啊 王爷 您可是人中容奉 参加此次卓选 那必定拔得头筹啊 况且这次昭叙大会考题 清宫自出的 那咱们可谓是 时达急吻啊 思远啊 那本王不是毕胜吗 给本王更业 本王要以最帅的精神面貌 迎娶冬鱼公主 气死周诗鱼 气死他 走 走走 王爷 好好好 平安 你看 这身衣服我穿上身 跟那个冬鱼公主比 如何 郡主天生丽质 比那冬鱼公主 穿上尊贵百倍呢 就你嘴天 回去领赏吧 谢建筑 不 是谢北王妃赏赐 这件我要了 我还要再多挑几件 好 还有这么多呢 这件衣服呢 这件也好 一会儿到了公主府 我可会使出看家本领 到时候还望各位兄台承认啊 这冬鱼公主你都没见过 怕是颜值过早了吧 你看看 万一她长得棋手无名 你后悔可就晚了 平安 他们在说什么冬鱼公主 你去打听一下 哦 是 冬鱼公主 郡主 打听到了 啊 少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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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 那个冬鱼公主 开始公开招叙了 是的 靳主 看来她是得知你与北王好事将近 自己就退缩呢 靳主 咱们要不去看看 也好 若是那个冬鱼公主找到梁旭 我身为北王妃 也应该好好对她表示表示才好 走 走 怎么等了半天 一个来的人都没有啊 千千 消息都放出去了吗 放了放了 我和府中的一众仆从啊 一早就把此事宣扬出去了 这就奇怪了 都宣扬出去了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公主 且当当 她们不来是她们没眼光 本王这不是来了吗 公主 这这这 各位公子 各位公子 我们公主啊 已经朝到叙了 劳烦各位跑一趟 这里呢 是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洗钱 大家拿了就散了吧 散了 竞这么快 冬鱼公主招续竞争果然激烈啊 公主美若天心 那竞争当然激烈了 来来来 真是可惜了 我还想着见冬鱼公主一面呢 拿着 拿着 谁呀 十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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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来参加招续拙选的 当然了 我 我们要招的是青年 才俊 南王殿下您来的是 才俊 那说的不就是本王吗 就你一个人 有什么好比 我看你是怕我胜出吧 那就开始吧 有劳实权公子 既然如此 那南王殿下 便是前来拙选的第一人了 请随我来吧 等我 南王殿下 此次我们招续拙选 共分为三场 分别为文考 武考 以及最后一试的公主亲考 本王也算得上是文武全才 此愿公子 请出题吧 远山原不老 畏雪白首 进水本无忧 阴风骤灭 好 好 好 这 他就这么答出来了 这南王什么时候 有这般残血啊 实权公子 南王对的可算是家具 远山对进水 幽对老 雪对风 白首对昼面 公成 齐指公主 已经也算优缘 公主 他怎么来了 你们这招续拙选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本郡主怎么就不能来了 高鲁夷 我头一次觉得 你还挺有品味的 我也觉得 你这肚子里还有点墨水 加油 王爷 王爷您可算出来了 我都快急死了 出什么事了 王妃正在府里招续呢 你说什么 招续 既然南王殿下的文考环节 已经过了 那就准备接下来的五考环节吧 咱俩 你这些不够的 事儿 是 你这些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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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够的 杨虚 今晚 你这些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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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够的 就这小体格 我还怕把他打坏了呢 夕阳区 你想办法 南王殿下 选一剑吹手的兵器吧 嗯 加油吧 来吧 得罪了 还有点劲啊 哎呦 王爷 你 你冲着我 王爷 冲着我 王爷 本 本王让着他呢 你 你 打他 王爷 再来 男王 你认输便是 切莫逞强伤了自己啊 二表哥 你争点气 加油 本王 还能在这儿 嗯 嗯 嗯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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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呀 呀 没大笨ة 我的眼睛 aya 加油 我的眼睛 走啊 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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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你打不过我吧 这军拿王赢了 我的眼人 女王莹 完了 我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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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code 我拥了 既然如此 就当你赢了吧 男王胜之不武 怎能算赢啊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在宫中吗 本王可不敢在宫中 多有停留 说再晚些 王妃都成别人的了 她都公开招训了 表哥 你就别说什么王妃了 本王怎么就胜之不武了 我看北王你是嫉妒吧 嫉妒倒也谈不上 男王确实厉害 但若没有对手 也略显孤单了些 不知 敢与本王比试一场吗 表哥 好啊 比就比 不可 既然是公开招训 那自然人人平等 难道公主只拦我一人吗 王爷 这边请 这最后一关 是公主亲舍 现在 就为大家揭晓 这世上有一处风景最美 请问是哪里 我们北硕的大好河山都很美 但我想 你最喜欢的地方 应该是你们东渝的大草原吧 是一处山崖下的水潭 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题 北王答对 哎呦 彪哥 虽然北王答对了 但他也只答对了一题 得答对三题 才算本轮胜出 那就请公主 继续出题吧 这世界上最贵的糕点是什么 这我知道 是咱们宫里的 雪 花 酥 是茶香饼 我以为我答错了 公主 你只剩最后一题了 南王 这 这世上有一个我最为珍贵之物 与我生死相随 请问是什么 那都到了生死关头了 还有什么能比银子更重要的呀 景上怀孕 既然北王全部答对 那这胜出者就是 哎 等一下 本王赢了两局 他才赢了一局 这这这怎么算啊 这不能算 对 我作证 是南王赢了 当然是北王赢了 他才是和我们家公主 心意相通之人 思源 思源 你说 这个 还得看公主自己的意思吧 能回答出三个问题 确实是 圣旨到 好 各位都在哪儿 那咱家来得巧了 请北王与东渔公主听旨 啊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自闻东渔公主阿史纳月令 贤熟大方 温良敦厚品貌出众 与北王堪称天设地造 朕愿与东渔克汗修世代之好 为成家人之美 特此赐婚 一切礼仪 交由礼部青天剑监政 共同操办 四月十五完婚 钦此 臣弟 接旨 阿什纳月令接旨 北王请起 恭喜北王与北王妃说 那各位咱家就先告退了 天真 天真 肩不断忍情 此缠绵 就让爱恋心照不炫 欲烟火红尘 凭肩 看万千星火 明灭 微红的双眼相似成剑 盼尽小明月 落在 你眉间 你还是留下来 做我的北王妃吧 和你相知到永远 好 怎么会这样 我才是美王妃 君主 君主 Moto vad 从今天 作词 乖 我一梦心 story 你不尽 久不尽 在 曾小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